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提高我们的睡眠品质 保持心情愉快 所以今天待会要介绍精油呢 是从我们的心跟小肠筋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问题 以及我们的情绪问题哦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精油叫做忘忧 忘忧精油呢 顾名思义忘掉忧虑忘掉烦忧啊 所以它是一款精油可以让我们睡得很舒服 然后让我们的心情比较平静的 那忘忧精油里面呢 有两种非常主要的精油呢 就是血草跟薰衣草 那血草呢 它本身可以调整我们的中枢神经 所以它针对焦虑紧张 心神不宁或者心悸失眠 神经衰弱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哦 那当然它是最主要是它可以缩短我们入睡的时间 所以它可以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呢 可以达到深层的睡眠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解草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呢 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 所以它对心脏的保护呢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哦 薰衣草呢 它本身也可以平衡我们的中枢神经 它可以抗忧郁 惊慌 沮丧 所以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呢 在最短的时间可以平衡下来 然后可以舒缓下来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它也可以抗痉软 那最主要呢 薰衣草呢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 所以它也是可以帮助到心血管的问题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使用旺幽精油 那旺幽精油如果要帮助你失眠的问题呢 第一个穴位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百慧穴 百慧穴呢 是在我们头顶上面最高的一个穴位啊 怎么找呢 其实就是很容易的你把你的手呢 大拇指放在你的耳朵的最高点 然后呢 双手接触的地方在我们的头顶这一块 如果小朋友其实是比较容易发现的 因为他们这边的骨头还软软的 那其实我们大人大概就是在中心点这边 所以呢 你可以呢 滴一滴忘忧 在一两滴忘忧 在头顶以后呢 那你就可以轻轻的暗柔 要轻轻的哦 不要很大力哦 很大力反而会让你很有精神哦 如果你想要睡觉的时候 你就这样轻轻的暗柔 那除了头顶的百慧穴呢 另外要教大家就是在手上的神门穴 神门穴呢 是在我们的小指跟无名指中间这条线 画下来的这一个点叫做神门啊 所以你也可以滴一两滴忘忧呢 就滴在我们的神门这边 滴在神门上面 然后呢 你就轻轻的暗柔 两边哦 穴位都是在两边的轻轻的暗柔 或者你可以做这样的动作也是可以的 因为呢另外还有一个穴位叫做内观 内观是我们自己的三指下来 我们自己手上的三指下来的这个穴位 就是内观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在戴手表的这个地方 一样的你也可以滴忘忧精油 在你的手臂上面 然后呢就轻轻做这样子的动作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也可以滴忘忧精油呢 在你的枕头边 然后让你睡觉的时候呢 觉得呼吸到这个结草还有薰草的味道 让你很容易入眠 那有时候呢我也会擦擦擦在我的鼻子上面 鼻孔这边 让它可以舒服一点 那另外呢 你当然也可以放在这个熏香椅上面啊 那熏香椅上面一样的滴大概十滴左右呢 你就可以开始享受非常清新的空气 然后非常棒的味道 帮助你入眠 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希望你有一夜好眠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